以前的耶路尔失去过记忆 直到精神迷失的可怕 而这一次 明龙之谷的毒害比失忆还要可怕 是彻底地沦为奴隶 一旦蛊虫效果完全发挥 耶路尔就不会再有恢复的机会 只能永生永世 沦为宇文基的玩物傀儡 祖龙神殿的弟子们眼睁睁看着这一幕 顿时震撼了 谁也没想到 宇文基居然这么的胆大包天 在众目睽睽之下 将明龙之谷 种到耶路尔体内 这简直是踩着祖龙神殿的脑袋 完全不将祖龙神殿放在眼中 可以说是奇耻大乳 圣女大人 你怎么了 风铃龙舅看到耶路尔出世 也是神色大变 急忙展开双翅 守护住耶路尔 阵阵灵气抱涌而出 想化解那明龙之谷 一头畜生 我种下的明龙之谷 也是你能化解的 宇文基冷冷一笑 龙爪骤然杀出 嘶嘶黑芒乍裂 抓向风铃龙舅 风铃龙舅躲避不及 身躯竟被抓穿 皮肉骨头碎裂 惨叫一声 当场陨落毙命 啊 龙舅前辈 耶路尔失声痛呼 死死盯着宇文基 完全没想到宇文基这么凶狠 居然直接动杀手 击杀了风铃龙舅 敢反抗我 这就是下场 宇文基收起爪子 一脸淡漠的模样 并没有丝毫顾忌的意思 一众祖龙神殿的弟子们 彻底惊呆了 谁也没想到 宇文基这么大胆 敢当众对着耶路尔下鼓 还把耶路尔的守护兽给杀了 奇耻大乳 这是祖龙神殿的奇耻大乳 圣女遭人下鼓 守护兽被杀 简直是天大的侄辱 在场的弟子们 一个个义愤填膺 如果换作旁人 敢这么折祖龙神殿 他们绝对要暴击反抗 但是偏偏这个人 是宇文殿 明龙神族的少主 天人遇的天骄 所有人敢怒不敢言 急忙回去禀报封奥 封奥听闻耶路尔被下鼓 封灵龙旧被杀 也是大惊失色 急忙带了一众 祖龙神殿的高层长老 还有诸多强者 大步奔赴而来 当封奥赶到现场 耶路尔已经被折磨得 浑身发抖 疼痛异常 几乎要昏厥过去 宇文少主 这是怎么回事 封奥看了看耶路尔 又看了看 封灵龙旧的尸体 脸色顿时变得很难看 他完全没想到 好心让宇文基和耶路尔见面 居然搞到这个地步 宇文基淡淡一笑道 风儿说 你们家圣女心有旁人 完全不想嫁给我 这桩婚事 你觉得还有必要吗 宇文基并没有正面回答 反而质问封奥 封奥目光一沉 他自然知道 叶路尔不喜欢宇文基 但这桩联姻 关乎到祖龙神殿的未来 哪里是个人意志 能够反抗的 咱们两家联姻 大局为重 叶路尔的私心 不用考虑 最重要的是 两家血脉结合 互相取长补短 封奥道 哦 虽然咱们联姻 大局为重 但路尔圣女 不想嫁给我 我可不敢胡乱娶她 万一她效法玄机月 在关键时刻暗杀我 岂不是糟糕 宇文基依然带着笑意 风傲道 伤女大人不是这种人 怎么会做出暗杀未婚夫 这种事情 她又不是玄机月 宇文基笑道 凡是小心一点 总归没错 现在我在她体内 种了一道明龙之骨 最多半年时间 她就会乖乖听话 不会再破坏 咱们两家的联姻大局 明龙之骨 风傲目光一寒 她自然知道 明龙之骨的可怕 一旦古毒彻底发挥 叶洛尔的精神 就会彻底迷失 成为宇文基的玩物傀儡 宇文基道 逢二说 你可不要误会 我不是折辱你们祖龙神殿 只是为了大局着想而已 等以后洛尔圣女肯听话了 我们明龙神族会带你们祖龙神殿飞升 怕入天人狱的世界 飞升天人狱 风傲心头一跳 他和明龙神族联姻 正是为了这个 现在宇文基做出承诺 正合他意 好 宇文少主 那一切都听你的 风傲咬了咬牙 两家联姻 关乎到祖龙神殿的未来 至于叶洛尔的幸福 他管不了这么多了 一点牺牲是必须的 来人 照顾好圣女 等半年后 他肯听话了 再和宇文少主联姻 风傲吩咐下去 没有看叶洛尔的目光 派人去看管他 是 一个长老走了出来 叶洛尔满眼悲愤 虽然料想到自己命运凄惨 但没想到 竟凄惨到这个地步 他想奋起抗争 但明龙之骨缠绕下 浑身剧痛 根本不能动手 连说话都困难 风儿说 还是让我来照顾 洛尔圣女吧 宇文姬淡淡一笑挥手道 清柔 这半年时间 你留在祖龙神殿 照顾好洛尔圣女 是 少主 一个女子走了过来 她是宇文姬的贴身属下 叫陈清柔 皮肤上隐约泛着水晶般的霞光 本体显然是一条水晶明龙 实力非常强大 修为达到还真境三层天 距离四层天 只有一步之遥 在明龙神族之中 水晶明龙是极高级的存在 血脉磅礴 陈清柔当即走到叶洛尔身边 手里跳出一缕水晶烈焰 先将封灵龙旧的尸体 烧成灰烬 再一剂手刀 砍在叶洛尔后颈上 叶洛尔闷哼一声 当即晕了过去 在视线消失前 只看到封灵龙旧的骨灰 丰傲和诸多祖龙神殿强者们 沉默着没有说话 直觉无比地屈辱 宇文姬对叶洛尔下鼓 又杀死叶洛尔的守护兽 再命人监管他 这简直是狠狠地 抽打祖龙神殿的脸 但偏偏 在绝对的实力差距下 封傲也不敢作声 只能默默地忍受一切 洛尔 委屈你了 等我祖龙神殿 飞升天人玉 我迟早会替你报仇 封傲内心深处 冒起了浓烈的杀意 不过没有表露出来 现在形势比人强 只能向宇文姬低头 清柔 我赐你天守福照 可确保这半年时间 万无一失 宇文姬一挥手 将太上天守道的神通 凝练成福照 赐给陈清柔 多谢少主 陈清柔收下福照 顿时安心 太上天守道 号称诸天防御第一 甚至连命运的齿轮 都可以抵挡 有了这张天守福照 就没有人可以伤害到他 封傲和一些祖龙神殿的高层 原本还有别的心思 但看到天守福照 他们所有的心思 都彻底熄灭了 就算是封傲亲自出手 都不可能攻破 天守道法的防御 这半年时间 叶洛尔注定凄惨 等待着他的 只有成为宇文姬玩物的下场 全场祖龙神殿的人 都感到无比屈辱 无比痛恨 但偏偏毫无办法 封尔说 荒魔剑种 和镇魔血食的事情 就拜托你帮忙调查了 宇文姬脸上带着和善笑容 他也知道 祖龙神殿暗怀恨意 但他并不在乎 他需要的 只是祖龙神殿的血脉 等联姻结束 拿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他会毫不犹豫 直接碾灭整个祖龙神殿 将一切威胁 扼杀在萌芽之中 至于祖龙神殿背后的 风无极 他也不会在乎 想真正踏入万须 风无极是不能放过的 也必须要灭杀 宇文姬表面上 却没有表露出丝毫杀气 始终是一脸和气的模样 可见此人诚服之身 风傲道 宇文少主还请放心 我会尽快调查 一有消息 马上向你禀报 那就好 风儿叔 我先告辞了 清柔 记得照顾好洛尔圣女 宇文姬深深看了叶洛尔一眼 随后朝着风傲拱手道别 带着下人离开 是 少主 陈清柔目送宇文姬离去 随即带着昏迷的叶洛尔 重新踏入天火殿 大司命大人 怎么办 宇文姬欺人太甚 我祖龙神殿不是这么好欺负的 一些祖龙神殿的高层聚集到风傲身边 咬牙切齿 有了报复的意思 就等风傲下令 风傲脸色阴沉道 别冲动 咱们还有要借助明龙神族的地方 众长老和高层听我命令 都给我出去 调查荒漠剑种 和震磨血食之事 什么 大司命 你叫我们全部出去 不用派人留守吗 万一敌人攻入祖龙神殿怎么办 诸多长老高层们 听到风傲的话 都是一脸愕然 为了替宇文姬调查情报 清朝而出 那万一发生意外 祖龙神殿岂不是要糟糕 杨真玉的势力 都知道我们和明龙神殿的关系 自然不会有人攻入 我自有分寸 你们尽管执行命令 风傲一挥手 并没有解释太多 众人面面相觑 却不知风傲在打什么算嘛 小子 我给你机会 希望你能挽救 风傲脸色沉寂 内心却浮现出了叶辰的身影 冥冥之中 他感到叶辰是破局的关键人物 宇文姬欺人太甚 祖龙神殿完全被压制 就算联姻顺利推行 恐怕结局也不会太好 但如果能将叶辰拉下水 或许局面会改变 风傲心里打着如意算盘 只想拉叶辰入局 扰乱宇文姬的部署 和祖龙神殿争取到更多的机会 更多的资源 叶辰是在撤肘宇文姬的一颗棋子 虽然这颗棋子最后大概率 会被宇文姬除掉 但至少能为祖龙神殿 争取到喘息的机会 不会太被动 在风傲的命令下 祖龙神殿的诸多高层 诸多长老纷纷出外 调查情报 这其中甚至有万年隐居 不为世人所知的超级强者 感谢观看